哇這仔好可憐哦 冰涼冰涼的 我們今天早上來看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媽媽不見啊 然後我一下摸一身上冰涼冰涼了 他們現在還能活著真是萬幸啊 我現在拿手給他們捂捂熱 他們的媽媽黑熊昨晚可能跑了 今天發現的時候 這個窩是包的嚴嚴實實的 我翻開 在好不容易翻開以後發現這些寶寶身上都是冰涼的 真的好涼的 摸一下哪 冰涼冰涼的呢 我們今天本來想給他們換一個窩的 早上來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媽媽跑了 先把他們的身體給無暖 然後待會兒我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 如果找不到他們的媽媽的話 我估計這幾個寶寶都得死了 沒奶喝太小了 已經長毛毛了都 對已經長毛毛了 放我的手上一下放我的手都變涼了 是冰涼的 嗯 好可憐 一隻黑熊 這隻應該是金色的吧 金絲熊啊 還在張著小嘴巴想喝奶的 咱們針館有我家裡 針館有也應該有 車裡有 嗯 就不知道他們牛奶能喝的習慣呢 小倉鼠啊 你說小貓小狗牛奶都不能喝啊 還有還要喝羊奶什麼的 那小倉鼠他哪喝的習慣呢 眼睛都沒看 可憐是 對 張嘴巴你看像喝奶的 我這也是 你給他 這大一點嗎可以吃東西哦 嗯 剛好這不大不小的 再過個幾天我估計就能夠斷奶了 嗯 就在這結果咬他媽跑了呀 不要那只摔在陽光的時候遮一點的 就這個了 我們現在有保溫箱就好了 可是保溫箱都被我給敲了 我們搬家的時候我把保溫箱全都拆了 他現在有用的零件都帶過來 那個箱體都扔掉了 這麼小居然長牙齒了 你還在吃我的手 在吃你的手啊 肚子瘋了 狂的那一齒 你還有小牙齒的咬我 他這一屋好像都是黑仔啊 然後有一隻是金子熊 這個花色應該是挺少見挺稀有的 我們剛才在樓上裡裡外外都翻了一邊都沒有啊 我們現在去樓下找找看 從樓上到樓下就怎麼下來的啊 啊 好 啊 好 好 好 这箱边缝里面很窄 你这边都找遍了 没有发现黑熊的东西 这点是鸡的跑上来了呀 要不你们帮我去找一下小黑熊 这家伙怎么自己爬到这来了 小鸡的弄圆点 给你个毕了 刚才我们找了半天啊实在是没找着 我们自己泡了点奶粉 给这几只小仓鼠来吃 拿那个低管来喂吧 看一下如果没有他妈妈的补育的话 这些宝宝体温降得很快啊 所以我就下面搞了一个加热板 放在上面给他们增加温度 不然的话他们身上冰凉冰凉的话 会被冻死的 你手是暖和的吧 嗯 哎呀自己喂的话就好麻烦了呀 嗯 希望他们的妈妈能快点回来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爸 也不知道能不能喂活 她在河里 有奶变什么啊 她以后把你当妈了可能 如果自己一手喂大的话 应该会和你配别亲吧 不知道也许吧 希望能奶大 嗯 五只一只一只的喂啊 请请哦吃饭咯 这个小黑仔你看都饿扁了 这个毛跟那个皮毛都感觉 揪在一起了 是奶奶哟 好喝的奶奶 喝了一点 哎呀咋这么难喝呀 跟我妈的奶完全不一样 哎呀鼻子还吐了 嗯 好了这奶不但难喝 而且量还贼大 是吧 嗯 醒醒一下给我灌吐了 这几只黑仔你分不出来吧 好你就旁边 黑色的都一模一样 还喝重一点 我估计要不能饱 不能饱着 你自己也不能喂太多 这个还挺着挺 嗯 嗯 挺过的 这气泡 这俩都要来吧 今天今天泡的浓一点 这样的话它们能喝到多一点哦 我怕它们不习惯呢 太淡的话都是水的营养 它会张嘴 我还要我还要不管啥奶只要是奶就行 哎呀 捏到了 泥针奶有点多了 量太多了 你自己吸不动 嗯 这样这么管这么大 肯定吸不动 人还可以 小心别把她给呛着 它们是第一次喂仓鼠的宝宝和奶吧 嗯 这种小的家伙 好了 你可以回去了 暖和了没身上 它们的妈妈快回来吧 来照顾这些可怜的宝宝 我们实在是照顾不好啊 放进去吧 换下一只 喂了几只还记得我 下一只 各位 天气完不 天气得很好 比那个啥都行 那正常就行 直接观察一下他的大饼 放到手上 然后他停用的手 嘴巴开动 看到没有 看看 他还要来一点的手 他虽然这奶喝着有点怪 但是架不住我肚子饿呀 这个倒还好 这个还挺怪的 跟刚刚那个差不多 每一只鼠的身体状况不一样 其他的可能身体不太舒服 毕竟着凉了昨天晚上 能喝下奶都已经不错了 他们的生存能力还算挺强的 还有一只 这只你也可以回家了 还有一只你能找到吗 是谁没喝过 这只没喝过吗 卡在这里的 喝过的多人在那个角度 这只一片 好可怜 这个简直就直接翻车了 我对不起你 把你给吓摸了 再来一点 这个是全黑的黑子 嗯 这这啥美中的啊 快叫我妈妈来 不小心就弄到鼻子 鼻子跟嘴巴离得太紧了 鼻子太小了呀 不然弄一小一只 不要这么排斥 要跟前面的两个血 配合一点 会这样拖着我的手 嗯 嘴巴长这么大 你这张推幅看到没有 两个手 你别推幅 那后面的手 比我还远远 嗯 他好远远 他好远远 因为这边 对 哎呀哎呀 哎呦 哎呦你多牛肺 嘴巴長那麼大 一小便就嗆到了 哎呦不,哎呦不 哦 趕快下去吧 我們給他換一個 換成這種裡面放的棉絮 這個保溫墊上來 這個棉花比較柔軟啊 保溫線可能比較好一些 他們沒有媽媽的話 一定要保溫從學做好 不然的話好容易凍死 好吧 那今天的視頻就先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來看一下我們的小柵毛 一個人孤苦伶仃的 他在找他的老婆 他平時一般都裝在洞裡不出來的 這會兒他發現自己一個人出來找 他也不怕人了 柵毛 柵毛的毛都不炸 一個人太寂寞了 他和他的 呃 老婆 他就是 他另外一個都沒那麼 他就出來找他老婆 對啊 老婆不再一個洞嗎 對 因為他在廣泰 他在老妹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我們的二牛好像又大肚子了 我們要給他換個籠子 二牛就用這個籠子吧 這個籠子我用椒水渣那一家 也勉強還能用啊 我在網上買了 貓戶沙總算造了 挖了半多月的水 最底下一層先放 吸尿效果 我們把這個貓沙 鋪在最底下啊 可以吸尿 上面變一層木屑啊 當然圖樣是最省事的方法 這種看起來比較乾淨 最後再鋪點我們自己採摘的這個草啊 我們這個草啊 是自己在野外採摘的 散發了一股清香的味道 大自然的氣味 很香的味香 對青草的香味 我還想聞一下 這個氣味聞的就很舒服 很舒服 放在這裡面可以給他們當遮蔽啊 因為鼠類他們都喜歡 比較喜歡躲藏嘛 他們天生弱小 它只是有靠躲藏 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呢 這就是他們的天性 這個草比較蓬鬆啊 放在這裡面 可以讓它輕鬆的造窩 隨時隨地都能造窩 最後上玻璃罩 最後有請我們的二妞啊 進這個新家 準備代產 來吧 看一下我們的二妞啊 在這個土箱子裡 弄得灰透土臉呢 他在這裡面住幾天的話 他會把自己身上的毛給舔乾淨啊 看看他的肚子啊 稍微有一點點鼓起來 我們可以提早把它放龍養 單獨飼養啊 這個箱子看起來是顏值挺高的 很透明 這個看看 我們家的水壺都被他們啃的 這種籠子沒有我們之前的那個籠子方便啊 這個水壺這麼掛著 不是蔡薇的美觀啊 這毛在吃哪塊呀 這樣毛一點 我忘了 他是一隻懷孕的母鼠啊 大家盡量懷孕的母鼠不要去隨意抓 因為他們這個懷孕期間會比較深 生完的更窮一點 對 反正就是懷孕期間生孩子期間都不要隨意地手抓 他們的性情會變得 就比較會自我保護一些 他會要保護自己的孩子 好吧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 感謝我們的觀看 謝謝 感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